神经病学杂志表示,联合匈牙利与墨西哥两个国家的一项宠物研究, 在对比20只宠物狗与30个人的大脑断层扫描, 也就是人和狗之间在分别看到狗或主人的正面与背面影片之后, 它们脑部所出现的刺激反应。 结果发现狗的大脑并不会像人一样, 天生就会自动专注在面部的细微特征或表情变化上, 且研究还发现狗的大脑可能不会区分人的头部正面或背面, 因为更多研究数据发现狗的大脑只是专注在判断它们所看到的画面是狗还是人。 研究人员解释,主要原因是狗虽然有能力可以分辨出人的脸, 但更多的时候,毛小孩会依赖气味等其他信号来帮助它们辨别物体。 也就是说,它们多数都是拿眼睛来参考辨识, 而非像人类一样会对自己所看到的画面进行更深入的观察与思考。 东西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